车都看不到了 还坐在摩托车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收藏家的新闻播报板块 我是萝卜哥 今天我们来聊聊东莞被暴雨无情支配的24小时 2024年8月21日到今天 东莞迎来了一场毁天灭地的暴雨袭击 短短24小时内 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超过了250毫米 升级为特大暴雨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直接让东莞城区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 街道被烟 车辆被困 部分地区的居民甚至开始担心家园会被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吞噬 这次还准开 它还开了 哇 哇 傻子 看 水硬流到 像大海 你看 有浪 即可 看 有浪 像大海 可能 看 太厉害了,真是令到冬天搞一次就很厉害了 这到底是天灾还是天气的连环组合拳? 其实说起这场暴雨的原因 是因为华南地区目前正处于特殊的京象环流中 丰富的水汽从南方汇集,经过华东直通东北 形成了广泛的降雨带,直接重拳出击东莞 而最近的天气变化也在推动这一局势 东莞的强降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,暴雨蓝色预警继续拉响 中央气象台紧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,提醒东莞及周边地区的居民高度警惕,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 暴雨强度可能进一步升级,大家不仅要防范可能发生的内涝 还要特别注意潜在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这些自然现象随时可能威胁到大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大油渹欸 快 comments 这湾渭 全呦 好了 今天的暴雨新闻报道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中国的最新动态 记得点赞 订阅我们 收藏家的新闻播报板块 会持续为您带来最真实最劲爆的新闻报道 我是萝卜哥 我们下期见